童子们喜欢采蘑菇的我 又去采蘑菇了 今天又是单枪匹马一个人 闺女她上次把她累惨了 她不高兴去了 高兴去就不去呗 我自己一个人来 今天就到这边小森林里的 那个小树林 不到了对面去了 对面去的话有点远 又快到这个小树林了 今天起椅子你知道的就是还挺快的 就是热呀上坡太累了 童子们我一进入森林了 但是这些蒸馍全部老掉了 一大片 这边呢 这边没有蒸馍 真的看见路上全都是蒸馍 全部老掉了 到处地上都是你看 蒸馍 看这也是蒸馍 到里面看看 这地方还有几个蒸馍能拉得出手 看小骨朵 就要这种小骨朵才好吃嫩呢 鲜得不得了 看这个蒸馍多漂亮 全是小朵朵 哇塞真好 蒸馍也要慢慢慢慢的才能找出来 你看都在这个底下 它唯一的好处就是 你一揪它就都出来了 你看很嘎嘣脆的 哇塞看看 还有的没出来呢 就这个小嫩芽才好吃呢 东北的认识这个的可乐坏了 看这蘑菇菜的 你看全都是小花宝 还是大肠腿 真漂亮 看都是啊 还有好多好多呢 我都无从下手 我看看这边都是 那也是 还有那边也是 哇塞 而且都是小花宝 哎呀可嫩了 看一看 这蘑菇 哇 这个小嫩嫩 嫩得不得了 又发现 一堆 两堆 三堆 四五六七八 九十 啊 妈呀 看看这蘑菇 大肠腿 漂亮 刚才有个 BT虫 恶心死了 看看 看看 这个小 花宝 大肠腿 小肥 肠头 哇塞 这有个摩登上 看看 发现一个 斑栗流感菌 是这样子的 还挺干净的 又发现一个 斑栗流感菌 也还不错 哎呦妈 下次我刚才手上一下 沾了一个 鼻涕虫 恶心索了 大家看看 我到这来的时候 已经被人家踩了 看这 这家伙割的 真的是太严重了 看 都是 这叫什么呀 这不是浪费吗 看 看看 这全部被他们割成这样的 这不对的 要慢慢的 慢慢来割 看 这些都是小的呢 一会儿功夫 我踩了 也两个小时了 赶紧回家了 天马上黑了 看我的袋子放在那里 一袋子 这个针膜今年特别多 其实每年往年应该都多 只不过今年我才刚开始踩 之前都没踩过 在德国 我估计啊 每年都很多 你不踩 它马上 它的周期比较短 马上就 过了 老掉了就没有用了 看 看我踩了这么多 很干净的 有虫窝的啥的 我都不要的 看这里头还有几个大的 是刚开始的时候踩的 给大家看看 看这边 这路中央你看全都是真磨 但都老掉了 我这个树林子里 我今天基本上没有螺窝 就 差不多来回30米 就踩了一袋子 很多很多 碰了很多遛狗的 刚才也碰了一个男的 他也在采蘑菇 他采的是 另外一种的流干菌 看这里都是 全部老掉了 成片成片的 好了赶紧回家了 大自然的亏剩真的是 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不要把垃圾随地丢 对不对 大自然就是我们的家园 好了赶紧回去了 要下雨了 已经下了 我们这边现在开始 有很多人家都开始搜 我们这个叫 Feeder Cloud 就是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地区 就叫Feeder Feeder Start 然后它普及的面积比较大 叫Feeder Cloud 明天在我们另外一个村 举行包菜节 Crawl Fest 它是尖尖的那种包菜 是我们这边一个特色 所以大家都忙着惨 明天就过节了 然后约好朋友 我们一起吃喝玩 明天晚上我老公的朋友 以前的同事 过六十大寿 然后我们要在酒店里住一晚上 然后带着我闺女 后天就回来了 其实离得很近 因为晚上要喝酒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住着了 还有这雨 越下越大 看一看 过一点都不冷 同志们我到家了 看我的自行车老买太了 拿水来冲 看看冲过之后 我的自行车是不是很干净 跟洗过的一样 今天是收垃圾的 生活垃圾和有机垃圾 稍微等会把这个桶也拉回来 看看今天 这个上面有几个大的 是刚开始进去的时候 没有发现有 所以就把这个大的也采回去了 但是这个大的还挺新鲜的 其他的都是小的 看 童子们 你看我采蘑菇还是有功劳的 今天晚上我们叫我爸做饭 我就不用做饭了 然后就吃这个就好了 明天带大家去看包菜节 祝大家周末愉快